這場次主要是由Gasolim來進行這次的演講 Gasolim 他目前是Gtalk社群的召集人 Google Technology 所以是每個禮拜三晚上的這個 每兩禮拜三晚上的聚會 那我們給這類掌聲來歡迎Gasolim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是使用Jankins 持續集成與發布Android運用程式 那這個講題呢 其實就是附帶 Android的附帶 那主要是希望讓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 這套Jankins 持續集成的工具 那我自己如果想要了解我的話 可以到TripleW-Basley-ID.DW 那我是就是有寫先的App 然後是某本書的作者 那我們在 我也是這個台北Gtalk的organizer 剛才Jankins那個夜就這樣了 那我們在周三會有一個聚會 如果大家在台北的話 那歡迎大家來參加 那我們Jankins跟Android有什麼 共同的這個特點呢 第一個就是 在1969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那個NASA 它所有的Computer Power 其實比現在任何一支手機 那個Computer Power都買低 那現在我們有2000年左右 所有的這個資訊系的 資訊下關科系的學生 他們所擁有的那個電腦呢 比現在的這個 這個智慧型手機 其實配備還差 那在1970年左右的時候 他們是拿這樣的這個Computing Power 把這個火箭收藏派空 那我們現在呢 是拿這個Computing Power 來模擬彈空 然後巴射珠頭 巴射來撞珠頭 那這就是 所有的這種特別的IG 這種原本存在於 那個豪門的這種 豪門企業的這些IG技術呢 就透過這個開放的網路啊 還有我們的open source的力量 那就慢慢的就 漸漸我們每個工程師 都可以download到一份 那樣的工具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可以有 擁有了什麼樣的工具 那如果是一個完整的 工程師會接觸一個 開發周期的話 那第一個就是寫完程式 你要編理要去配置 然後可能要去compile一下 最後把東西交出去 那除了這些東西之外呢 如果你有加上一些PM的功能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去 plan一下這個project 那做完這些事情 其實還有 還有一些東西 像是你要怎麼去 保障你的code 不會每次都被丟掉 所以要加一下那個版本控制 那加完版本控制以後 我們為了提高這個 程式的體質 我們會去加這個issue tracking 就是 就是 推中一下那個bug 然後再加上一下測試的部分 那這些 這麼多的項目啊 看起來就很麻煩 那一般的工程師 他們是多小的耶 那對一般的工程師來說呢 就是這些 除了顯透之外 東西其實都是一個負擔 那 那這個工程師就會想 那我要偷懶一點 那我想說 我可以先把這個測試的部分 先慢慢省略掉 那我省略完測試 那我可能 我也不想去 不想去規劃它 然後 他們通知 哇 好像也有一點麻煩 然後最後 最後呢 就是 一起爛掉 那我們要怎麼去 防止這個 一起爛掉的事情呢 那就是 你如果一些 自動化的工具 或是說 把這些 麻煩的 這個 麻煩的工具呢 就是 讓它更簡單使用 那 這個就是 呃 那個 那個 Don't be an planet 就是 你只要把這個 植物種下去 那它就會自動發生子彈 然後就可以去 那個 打敗我們這些 懶惰的工程師 好 那 這個 自動工具呢 那 有一個 當然比較 行之的 這個工具 它會 集合了這個 版本控制 然後一些Wiki 或是 Essue tracking的功能 那 我們把這些東西 呃 整合在一個工具箱裡面 這個工具箱 在一般人 呃 比較常接觸到的 就是這 這幾個 包含 Redmine 是Rubia Rails的 那Track 是Python 還有這個 Google Code 也是用Python線 那這些工具 可以幫助你 就是把這個 project management 工作做到 好 那我們剛才還看到 就是 除了前 前端的這幾個工具之外 我們後端還有一大票的內容 那我們現在 現在來說 是感覺好像比較沒有一個 可以把這些複雜的東西 結合在一起的內容 那 今天講的這個 Jenkins 它就是這樣一個工具箱 它可以協助你持續的進程 那剛才前一個 講者有講到 他之前是用這一套叫 Harson 那後來 變成Jenkins 那他們的差別呢 就是一個是 聲揚 那個 贊助的 然後後來 這家公司被 賓購以後就 跑到一家 好像很多律師的公司 所以那個 那個 呃 開發者就跑去另外 成立一個 叫Jenkins的 project 那基本上這兩個東西 用起來 使用起來 像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 原本的這些 config的檔案 都還可以繼續用 那Jenkins 它有什麼特點呢 它就是 大家可以把它當作一個 好管家 那好管家如何 就是 它第一個 你如果第一次 試用這個管家的時候 你只要 那個 就是一行 就把這個 挖檔 下載下來 然後 那個 執行一行命令 它就可以行動 那另外 它是一個 它是透過網邊界面的 這個 管理 這個工具 持續行程工具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 偏清楚的 那個 那個 它就是 那它這些 它這些 i-con 就是代表說 把你每個 過去這個便利的狀況 那你說說 便利或測試 都一直成功 把它就是 請給你 那這個還蠻直覺的 那再來就是 這套工具 能力照把它開著 那你不管它 那 過一陣子 再去看一張 這個設定的地方 它就可以 會有 持續的 新的版本更新 那再來說 它除了這個 可以測 Java 的程式 測 Android 的程式之外 那它不管是 Ruby 或是 C++ 那個 或者說 甚至剛才有聽到 有人把這個 就是 Android 的整個 配件 都拿去 就是用這一套 來做持續整合的工作 那 只要透過這個 不同的這個 plug-in 就可以做到 大部分你想要做這個 做的 後面的那一段 的事情 那 好涵呢 如果 使用的是 SVN CVS GIT 那個 Mercurial 之類的 全部都可以共通 那或是說 前面的 講到那個 Track Redmine 之類的 也都 這一套也都有 可以跟它 某種程度 互通的這個 效果 那再來 這一套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有 Android 開 一端 你有 Android 手機 的話呢 就可以開著手機 你就可以去 trigger這些 編織的動作啊 或是說 打包的動作 那 可以直接在這上面 看到所有的結果 那 那我們 終於講到 這個 Android 相關的地方 那 如果要把 Android 放到這個 Janky 上 跑的話 我們要做一些顯示 那 這個 Android 它要 要編織的 把它 它要經過這些流程 它才會編織成功 那我們要做的是 就是 讓 Jenkins 可以處理這一段流程 那這段流程 其實有一個工具 幫我們 就是處理掉 那就是 Ant 那 只要 你加上這一行程式 那 你的這個 原本用 Eclipse 產生專案 就可以 就可以用 Ant 來編織 那 編織 那 要怎麼 在這個 Jenkins 的環境下 就是編織 Android 那 我接下來會 用那個 圖示的方式 告訴大家 好 那 這個 首先就是 建立一個專案 然後去設定它 那 我的專案大部分 是 使用 Mercurial 當這個 S 就是 Source code 的部分 所以 就選 Mercurial 把它 check 那它會 check 在這個 Jenkins 的 這個 workspace 裡面 那 那 check 下來以後呢 就 跑剛才指定的 這個 Ant 的命令 那它主要命令 是 target 那一行 就是先把這個 專案 clean一邊 然後就 就 release 那 下面的這個 參數呢 就是填一些 你要 那個 Publish 的時候 一些公開 公開使用的 這個 經驗 的部分 然後還有 SDK 的 這個路徑 把這些填好以後 就可以 就是 其實就已經編出來了 那最後 還可以做的一件事呢 就是 把這個 編譯出來的 這個 APK 檔 就是透過 指定它的路徑 那它最後 就會顯示在這個 螢幕上 那每次你要 release 一個新的 這個版本 所以你就把這個 在網頁上 的這個 release 版本 就把它 coded 然後貼到那個 Android Market 上 那這樣就完成一個 release 的工作 那我們還可以 額外做一些 就是 多的這個測試 那包含 我們可以 透過 它這個 Jankins & Login 去啟動一個 Android 模擬器 那 啟動這個 模擬器呢 它就可以 把你剛才 練習好的這個 APK 直接放到 模擬器上去 測試 那還有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它可以提供 這個 隨機測試 就這樣 讓我們可以用 Monkey Test Monkey Test 就是在這個 它會隨機產生一些 Key 就是按鍵的事件 按完這些 它就隨便幫你按 這個螢幕上的地方 那如果爆掉的話 那表示 你的這個東西 可能問題很大 那 它也可以直接整合 在這個Jankins裡面做完 那 除了這幾個 工作之外 還有剛才 前一位獎者 講到它的那個畫面 就是上面 一大堆的爆料 那 這些就是 那些一大堆的爆料 可以加上的這個 Pro-D 那這些Pro-D 對工程師來講呢 其實它就是 就是 這樣子 那 就是 除非你是在一個 比較大的體 或者說 你有客戶會來看這個東西 那 可能會 就是採用這些 前面Pro-D 的這個 Motivation 會比較高 那如果說 它自己使用的話 其實是可以很簡單的 就是 用 我前面那個 講的那個三部 或者說 再加上後面 兩個immulator 的這兩部 那最多五部 你就可以滿足這個 就是 就是使用這一套來這個 加上 Android去開發的這個需求 那 對這個 工程師來說呢 就是 這些工具 其實 就是 每套其實都要有一點 學習的成本 那其實是 某種程度上 是有些負擔的 那我們可以透過 專門管理的工具 還有 持續集成的工具 那透過Track 透過這個 Jenkins 我用這兩個工具 來整合我們的 這個開發的流程 那 從 左邊就是 從這個 創意從企劃到 這個 要把這個 軟體上架 我們會經過 兩個 步驟的流程 那第一個是 內部的 這個開發流程 在開發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 像 RenMine 或Track 來去管理我們的 這個程式碼 管理這個版本控制 做 issue tracking 那我們也可以 在 要 準備要 持續去做 部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透過 Jenkins這樣的工具 來 做發布 做這個 產生文件啊 或者說 從這個 codebase 去把這個 扣拿出來 去 configure 去 compile 那 最後的結果呢 我們可以 真的 做工程師 想做的事情 就是寫程式的部分 好 那 最後是 鋪個個吧 就是說 選了這樣一個 好管家的話呢 你也有機會 當作 變成那個 badman 好 好 那 好 那 各位在場的 有什麼問題 可以 好 好 好 現在有一頁的 比方方面 有什麼 帳號密碼 這部分 會是一個 提取嗎 帳號密碼 就是你剛才的 地方 可以 可以加一些參數 對 那個 通常 通常如果是公司的話 會有一組 就是 共通的嘛 那 如果是個人的話 沒有這個問題對不對 如果是你自己開發的話 是沒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是公司的話 第一個 你可以用一個公開的 就是公開的 就是公開的 然後這一套工具 可能 只有某些人 會去 就是去 直接 直接去 直接去 改這些 設定 那如果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是 你可以 就是把這個 帳號密碼 放在 這個 那個 build.public 或是其他地方 就是 透過 那個 扣片方式 把它弄進來 那我剛才 這樣demo 就是 只是單純方便 那就是 你說了 可以 用ent 來 這個 用ent 指定來做的事情 都可以直接在 這個 getting上做 但是 因為我們的 產品 有用到 open.jl 之類的 東西 但是 我們 我們 在 有用到 我們